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开始和大家一块儿学习颜真卿的楷书 颜真卿的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的一段 颜真卿是唐代优秀的书法家 在中国书法史上只要了解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书法的可以说没有不知道颜真卿的 颜真卿在唐初的几位优秀的书法家的影响下 颜真卿直接从初隋梁、张旭学习取法 应该说颜真卿是真正的通过对这些前辈的学习 进入了中国书法最本质的内衡 第一 颜真卿 第二 他完整地深刻地继承了二王、王羡之、王宪之 所总结归纳的笔伐的基础系统 第二 颜真卿把在二王基础上的这一个系统又引向了一个对传奏的学习、希腊运用 唐朝的前期书法 以欧、余、楚、雪为代表 楚隋梁沉寄了初唐的这些优秀的东西 又把书法往逆的深度做了很重要的探索和希腊 颜真卿在楚隋梁的基础上 又把唐楷由立而向转奏再往上更古的层面上推 所以说我们说颜体的书风是雄昏博大 质朴、高古 都是基于他有这样一些元素 才形成了他自己这样的书风 在对颜真卿的楷书学习的这单元里面 我们选择了三个展版 《分碑式》、《琴礼碑》、《麻国仙堂戏》、《知书高声题》 从颜真卿的楷书的一系列优秀范本来看 这些伟大的书法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的特征 他们就是没有满足于自己一杯一铁的面貌 把它固定下来成为自己一个僵化的风格 但是颜真卿写《多宝塔》的时候 就基本上形成了自己颜体的独体的面貌 但是颜真卿并没有把自己的脚步、审美停留在这样一个有自己风貌的一杯一铁的面貌上 你看我们看它后来的《东方树画战》 《琴礼碑》 《严家庙碑》 《麻姑仙堂记》 《芝出高声题》 《严音径》 《芝多知 cum》 《芝出高声题》 《芝64》 《祿数高声题》 《芝出高声题》 《个문药》 这是第一一个追求 不断的让自己从内字发生改变 实现提升 更重要的通过内字的提升丰富改变 实现了自己的楷书风貌上的不断的推进变化 没有人的学养的积累 没有人的审美境界的不断提升 哪有在书籍上的不断提升呢 所有的作为艺术家的节学 节累 学养 最后都是体现在你自己的笔墨上 但是我们回观中国书坛二三十年代的发展 颜体在近二三十年的从我们的创作这个领域里边 它这个元术慢慢在淡出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 颜称清以后多少年的书法的基础教育 都是以颜体作为如首的初学范围 第二 就是我们大量的学习颜体楷书的人没有足够的前期准备 我们要和大家一块首先要学习的是颜真卿的秦礼碑 对颜真卿的楷书的在精神上做一个定位 用两个字 一个是轻 第二个字我们把它用纯 轻而纯 让人有可以品味的 回味的余地 一个是轻 一个是纯 我们对颜体楷书的学习把握出了大的方向 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储备 能力储备 那么我们对颜真卿的书法的学习的展开就会顺利得多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在对唐楷的学习的这一块整个教学的过程中 我们第一个单元安排的是什么 储随莲楷书 如果我们在学习唐楷这一块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是真正的投入精力 对储随梁的楷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深入的研究之后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对专利有所学习 有所接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顺利的过渡到对颜真卿的学习 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 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 而不是站在一个初学者的层面上来学习 说得武断一点 初学者就不能去碰颜真卿 颜真卿这么内涵 这么丰富的一个书体 哪里是一个初学者能够轻易去消化得了的呢 所以说如果现在我们还把颜真卿的楷书 作为现代学习书法艺术的一个入门 或者是一个基础来做的话 那无疑是很幼稚的 那么我们对《琴丽碑》的学习展开 我们把它做一个从技术上 它的构成上 它的线条形成的技术上 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给大家演示和讲解 下面我还是把颜真卿《琴丽碑》的领写给大家做一个感受上的领写的示范 颜己楷书可以写得称格一点 中文字幕作词 我们在写点画的时候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刻意用毛笔在那儿去写一个点画的形状出来 我们追求的就是写用笔过程 这个过程就包含这个形态 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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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楷书不是每一个点画都要用十分的技术去 要善于筑加法筑减法 有详细 大家注意 我们在写掩体的勾的时候和写杵子的勾那种反推上去它有明显的 比赛 今年写写 小写定 肚子 更常 鼻润 有详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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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体 而不是单纯的去把悲客翻黑 毛鼻过去 情自然跟着出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在写它的时候 尤其是掩体的这些捺 感谢观看 集中的用后编 成为厚重 厚而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来处理 限制 自行 力量 我们对它一个初步概略的感受以后 我们再对它的细部进行嘴吻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鬼的影响 都要基于美颜真真凯述的悲体的一种尊重 不要轻易去改变它 我们对秦丽碑的学习还是要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也就是说有一个初步的整体的一段整体风貌的体验 这时候这个体验它就是我们看见碑铁上的感觉是什么 它给我们最后对它诊断的作为章法上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时候的主观的意识的参与越少越好 不管你是在《楚遂凉》的楷书里边学到的《一雀佛寒碑》的格局 《孟法师碑》的《温润》 《大字音符经》的技巧的转换的丰富 《雀佛寒碑》和《雁塔圣教序》里面的学到的那种统一 我们在这儿都要把它收起来 就是那个楚遂凌的技术体系就是帮助我们或者是支撑我们来解读颜真清楷书的一个技术准备 就是要通过对颜体的学习 升华我们对楷书的理解 技法的运用 升华在写的过程中 大家注意第一个字 字形不要太小 基本上就按照10公分到15公分的格子 能够保证我们有10公分以上的纸的大小 我们纸笔的时候 不管是坐坐写 站坐写 大家都要注意 纸笔的八字方式 纸石 掌须 腕平 背开 纸石掌须 腕平背开 怎么来理解 纸石 就是手指的对毛笔的直的这一块技术动作一定是要实实在在的把劲用上去 要着用于笔管 作者 他还要是记得到的 为俩的监制 让人们画的 那个高度 以后面画的纸笔 有点具的 大家想要使得到的 创造 执行 特别的 它完全去随着 维持到的 这是各地的 有点轻易 平 避开 指食 就是要让我们手指要实实在在地把力量着用于笔管 才能够成为食 掌虚 掌虚就是整个手掌不要紧张 传统的指笔方法是掌术 掌一术 手掌就必然紧张 舌头硬的我们怎么说话 腿硬的我们怎么走路呢 就没法 所以说掌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理 那么做到掌虚还有一个关键点 我们指笔的时候 拇指的第一个关节要往外突 如果你们试一下 如果你是向内压的手掌必然紧张 做不了掌虚的 那么拇指的第一个关节往外突 它掌不竖 它就自然的掌虚的 宽松的 碗平就是要求我们手碗不能竖起来 这个掌不能竖起来 碗一定要平 它像直飞镖一样用尽 要充分地用到指尖上去 避开 手臂一定要打开 不是我们靠得越紧它越不倒 靠得越紧它越不灵合 整个就是僵的 毛笔的运动靠什么 靠小背 靠手背的运动 而不是靠碗的这种 我们碗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呢 十公分而已 那么当时我们把碗的运动变成了走的运动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尺 一米 就是我们的活动的幅度 范围 自由度增加 就是我们在正确的直笔直视下 身体的直视下来进行我们的书法学习 所以说尤其是写言体楷书这种十公分大以上的字 我们一定要站起来统观全局 按照正确的知识来进行感受和学习 这一讲对《延正经》《秦立碑》的学习 我们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